由休士顿中文学校联谊会举办的海外教师研习会 在休士顿乔教中心进行围棋四天的课程 吸引将近80位来自美南各地的中文教师前来进修 最后一天的结业典礼上 由乔教中心主任庄雅淑 为学员们颁发结业证书 并勤勉大家继续在海外推广华文教育 认真看着投影片练习发音 这群来自美南各地近80位中文教师 都是海外教师研习会的学员 主办活动的休士顿中文学校联谊会 为了让大家能充分吸收 特别加开了一天的课程 让指导老师与学员进行交流座谈 认真的乔教教师们把握最后机会 提出这几天在学习上遇到的问题 或是自己在教学上碰到的疑惑 我们这次教师研习会还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总共有四天 我们这个四天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座谈会 师生的座谈会 就是我们从我们请来的教师 跟我们这边在地的中文老师 有一个面对面的沟通 提出他们在教学上的问题 让老师来给他做一个直接的回答 今年乔委会林派两位优秀讲师 包括台湾师范大学蔡荣之博士 以及美国耶鲁大学詹秀贤教授 另外收视顿中文学校联谊会 也特别邀请联合大学陈玉明老师 加入教学阵容 为大家带来多面向的中文教学诀窍 包括华语文教学的实物与技巧 华语课式活动设计 汉字重出江湖 以及课程设计与创意教学的内容 总结这三堂课下来有松有紧 希望是老师们回去能够应用在他的教学上面 最主要是因为华语的学生 在多半都能说能听 但是对于认读跟写比较困难 那学生也对汉字比较抗拒 所以希望说这次的课程能够让老师在 以后汉字的教学课堂上能够比较充容 比较悠油这样子 这次主要给老师们带来的是一些课程 首先有班级经营管理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主要强调的是 我们做一些教学经验的分享 就是代班的一个分享 然后如何处理学生的问题 那当然我还带给老师们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全任的概念 就是我们从事语言教学 不仅是教语言 其实我们是在教一个完整的人 所以我这次主要带给老师这个概念 结业典礼当天 由乔教中心主任庄雅淑 为学员们颁发结业证书 并感谢大家积极参与课程 增进自己的中文教学实力 蔡荣之老师回忆起这趟巡回教学 每一站都看到海外乔校教师 为华语教学不屈不挠的精神 令他深受感动也敬佩不已 最后由联谊会会长陆慧平 制证纪念品跟礼物给研习讲师 希望大家在有志一同的耕耘下 中文教育能成功在海外开枝散叶 台湾宏观电视谢沐顺 美国休斯顿采访报道